泥水有如万马奔腾 空派镜头越是震撼 南投积极蓝河宴 水量暴增每秒2150吨 18个水门同步全开泄洪 中午过后山区大雨又来 塔罗湾西西水暴涨 甚至连通往马赫坡部落的情人吊桥 也遭大水冲毁 原本距离河面高度二三十公尺 尽遭灭定 四十年以来都没有看过这么大的 曾经连塔罗也没有这么大 再往下游走 卢山温泉区暴涨溪水 猛力冲刷岸边温泉旅馆 有的二楼烟成一楼 甚至只剩下屋顶 水火夹急 下午三点多 卢山甚至有名时代电线走火 街上浓烟密布 幸好住户及时扑灭 而中午时分 河欢山强逢发威 更出现十三级强阵风 而信义乡东浦温泉 历经土石流摧残 石块堆叠一层楼高 走过满地泥泞 步步惊心 还有老太太家毁了 向县长陈琴 忍不住烙泪纵横 现在就是犯怒了 现在会怕 怕他到面前的头出色 传回家园 眼前一片土堆石块 老人家不断示泪 不止难逃 苗栗前一晚 更因为强风 两棵百年老树 木麻黄 硬身倒塌 拉断的电线 更砸毁 箱行车 苗栗竹南海边 为保安林地 树木禁止任意修剪 没想到台风酿货 树倒砸车 车主恐怕求偿无门 解军部综合报道